臨美医生 你好 我是臨美医生 今天想講一個最新的奇術 皮渺激光 市面上很多人都問 聽過皮渺激光 皮渺激光究竟是什麼 今集會和大家解釋一下 皮渺激光是新一代針對皮膚顏色的激光 和以前一代的立妙激光 最大不同之處 激光能量輸出的時間快了很多 以前一代的激光 用時間單位是立妙 而這一代最新的皮渺激光 它顧名思義就是用Picosecond皮渺 其實皮渺和立妙的時間 是差了1000倍的 但是激光的新產商 其實它用時間單位快了1000倍 但是新一代皮渺激光機器的速度 比以前快了10倍 但是10倍的時間速度的改變 其實已經令到整個技術先進了很多 皮渺激光和立妙激光最大不同之處 就是剛才說的時間輸出的單位快了10倍 激光去到皮膚表面的時候 其實有顏色的地方會吸收激光能量 亞洲人來說 其實最常見的現象就是一些黑色素的位置 譬如是一些膚色不均勻、色斑 或者是一些深層色素 可以蒙斑或者是雀斑的位置 它會吸收激光能量而進行破壞 色素受到破壞之後 就會被身體排走和分解了 以前立妙激光 它的激光因為用比較長的時間輸出 所以它除了破壞色素之外 它還會產生熱能 熱能另外也會破壞黑色素 從而改善皮膚的顏色 但是皮妙即是新一代的激光 它因為激光輸出的時間快了很多 所以它在皮膚裏製造的熱能少了很多 那它怎樣破壞色素呢 它是將色素好像粉塵一樣粉碎的 是用一個光機械原理 photo mechanical effect 一個光機械原理 令到色素好像由大的分子 變成粉塵一樣小的分子 所以被人身體分解的時候 和排走的時間是快了很多 皮妙激光最初在美國推出的時候 其實它是針對一些紋身的改善的 以前一代的激光 它對不同顏色的紋身 其實它的改善不算很理想 因為需要的次數很多 還有正如的顏色 其實有很多時候是不可以完全清除的 也激光做過幾次之後 可能會對膚質改變 或者會有疤痕的現象出現 而新一代的皮妙激光 因為它針對色素的針對性高了很多 還有它可以令到色素變得粉碎小很多 所以對色素 譬如是一些不同顏色的紋身 紅色、藍色、綠色的紋身 那個處理是會快了 還有效果是好了 那對我們亞洲人皮膚 其實皮妙激光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皮妙激光它產生對皮膚的熱能 是少了的 所以針對亞洲人皮膚的問題 它對色素、色斑的改善 它引起的副作用 譬如是反黑、反白或者其他的反彈 那些副作用 其實比舊一代 傳統一代的激光為之少 為什麼呢 因為亞洲人的色素、黑色素是比較活躍的 尤其是有容易有色斑的人士 本身有可以蒙斑的人士 或者它經常曬太陽 即黑色素本身是多些色素沉澱 或者是發炎之後容易有色印的人士 其實對傳統的激光 它的反應未必是很理想的 有時做完一些創傷性的激光 或者是一些結晶類型的激光 有部分的客人或者有部分的位置 可能會反彈的 就是淺色之後 反而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又會深入 這一個是因為 黑色素受了激光引起的熱能 之後有刺激反應 反而刺激它增加黑色素分泌 而新一代的皮苗激光 因為它減少了熱能的問題 所以它也可以避免或者減少這些副作用的出現 不及其他地方 低色素分泌